公众越来越关注有害物质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都颁布了在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中限制使用特定有害物质的禁令。 了解和处理此类现用物质的几个基本步骤如下。 首先,检查您所在国家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各国法规不尽相同,查看您的工厂所在国家的相关法规。 除了符合国家法规、时尚品牌等客户,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要求。 在查看客户和品牌要求时,您可能会看到两份不同的清单。 现用物质清单,以及生产现用物质清单。 现用物质清单,旨在防止和限制最终成品中现用物质的使用。 生产现用物质清单,侧重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防止和限制特定有害物质的使用和存在。 该清单涵盖了用于生产过程当中,但不存在于最终产品中的化学品。 您可以在此处找到有关RSL和MRSL的更多详细信息。 于了解您是否在生产中使用了任何现用物质,请准备好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物质的清单。 该清单不仅是买家要求,也是系统化的管理化学品的基础。 请注意,您的买家可能对这类清单的格式有特定的要求。 通常,化学品清单应指明化学品的名称和类型、危险和危险等级、化学品供应商名称以及符合RSL和MRSL要求的程度。 您可以按照此处可持续仿维品合作组织汇集的建议检查清单格式。 如果您不确定化学品是否符合RSL和MRSL的要求, 则应要求您的化学品供应商提供书面合规声明。 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RSL和MRSL。 许多时尚品牌都有自己的现用物质清单、RSL。 无论这些清单的设计如何不同, 它们通常会以表格形式写明四个关键项目。 第一项是被限制使用或不允许在最终产品中检测到的现用化学物质或制剂的名称。 第二项是CAS编号。 这是一个区分化学物质的国际标准。 所有化学物质都会用一个精确的CAS三段式编号进行认定。 CAS编号有助于识别配方中的各类化学物质或组分。 限制一栏显示最终产品中这一物质所允许的最大含量和可检测量。 某些物质是被严禁使用的,也就是不允许存在于最终产品中。 测试方法一栏显示的是,检测最终产品中所含物质所需的特定实验室测试方法。 为了能够检测最终产品中是否存在现用物质,您需要与经认证的测试实验室合作检测。 这类实验室需具备用正确的检测方法测试成品的资质。 经认证的测试实验室将向您发送测试报告,您可以将其转发给您的客户,作为您的最终产品,满足RSL要求的证明。 生产现用物质清单MRSL中显示的项目与RSL类似。 例如,物质的CAS编号和名称也可以在MRSL中找到。 潜在用途一栏,解释了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何时使用该物质,以及用于何种目的。 最后一栏,通用技术,显示了分析这些物质的浓度,所需采用的实验室方法。 由于您可能会在配方中使用多种化学物质,因此,第二组,Group B一栏,化学品供应商商业配方限制。 显示了化学品供应商提供的商业化学品配方中现用物质的浓度限制。 MRSL中所列的物质,还可能会通过除直接供应的化学品之外的途径进入工厂。 例如,作为生产用水或浸料中的污染物。 对这些进入途径,以及废水和污泥的分析将帮助您验证合规性。 如果发现有物质超出RSL和MRSL的限制,您可能需要仔细查看生产过程中这类物质的来源和用途。 调整您的采购方法,并与您的化学品供应商协商以寻找合适的替代品。 这些替代品可单独列适于买家或化学品供应商的准许使用物质列表上。 由于这些列表会定期更新,因此请务必及时了解最新信息。 有关MRSL及其使用方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ZDHC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